如何踩在运动装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影接近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才先生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球鞋是乔丹的八代 乔丹的八代球鞋 八代我好像是第一次拍节目上吴才说的 所以今天会给大家简单聊一聊这双球鞋 以及八代的历史故事 八代其实也算是一个有冠军光环的球鞋 我们知道93年赛季的时候 乔老板带着他的公牛队4比2拿下了菲尼克斯凤凰城 取得了那一年的总冠军 也是公牛队史上的第一个三连冠 那当时比赛那一个赛季结束之后呢 乔丹的爸爸在车上被打死了 据说还是公牛的一个死中球迷给干掉的 所以官方的说法了 乔丹当年是因为悲痛至极 所以选择退出NBA退役了 对所以你想想看三连冠之后啊 一个大神退役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轰动的 所以球迷们呢觉得以为说这可能是乔丹的最后一双球鞋了 所以呢这双球鞋当时卖的特别好 也拿下了当年的1993年的球鞋销量冠军 所以今天把这双球鞋借到给大家 那乔丹的八代其实市面上复刻的次数还算蛮多了 那就最近一段时间像这双鞋还有那个墨绿色军绿色的八代 其实复刻次数蛮多 但是它从来不会引起很多的眼球或者轰动 我觉得究其原因之一呢 就是因为这双球鞋的设计啊 我觉得有一点点凌乱 让不喜欢的人根本就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那这个球鞋它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交叉鞋带的固定系统啊 这边叉叉两个叉 那这个被原厂称为strap in的这么一种绑带装置呢 据说是为了提高这个球鞋的稳定性和包裹性 因为它这个绑带呢可以在后边的部分 这里来调整这个松紧啊 来提到做到一个包裹的作用 另外这个绑带呢这边有一个Air Jordan的字样 又忘了拉窗帘 好了这次应该好一点啊 那这个绑带这边呢有一个Air Jordan的字样 那很多人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因为休闲穿的话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屌人啊 把这个绑带都这样松开的 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然后呢这样的话鞋带也不用记到最高 就是那种拖拉板的那种那种意思啊 所以那样很臭屁的感觉 所以也是一种穿法了 这边呢绑带这边用的是一个金属色 但实则是塑料的这么一个啊 拴接头是一个三角形的 它的鞋舌也是这个球鞋比较有特点的一块啊 因为它这边手次用了这样一种毛巾袜 毛绒感觉的彰片logo原型 然后这个还是三个不同的颜色白色灰色黑色中间一个红色的彰片logo 所以还算是比较新颖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有质感 这个球鞋另外一个比较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中底啊 它这个中底为了减轻整个球鞋的重量 它做了这么一个挖空的设计 就是这边的橡胶会挖空掉 然后其他部分橡胶不变 这样的最大限度的减轻这个球鞋的重量啊 所以当然这个球鞋即使这样其实还是挺沉的 这个图案呢给这个球鞋增加了很多的艺术色彩 但是这个图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有知道的观众可以帮忙补充一下 挖在这个平底的设计 其实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一个创新啊 因为我们知道从一代到七代敲单的鞋子 几乎都是那种板鞋一样的纯平鞋底啊 你如果有舌头的鞋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从第八代开始才有了这么一种突破和前沿的意思啊 把这块挖空掉 所以这双鞋子也是一个非常有科技感的鞋子吧 这个鞋子不光鞋底啊 我会整个鞋面我觉得都是很有科技感 这种鞋面我觉得就属于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 但是不喜欢的人呢就肯定就觉得特别不好穿 那其实这双球鞋你这个交叉的系统啊 包括后跟的TPU呢 它都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增加这个鞋子的后跟的这么一个保护性 因为这个鞋子的保护跟支撑其实是 你别看它高帮其实很差的 我这样手拧也能感觉到吗 这边是很软的啊 其实所以呢 它力求通过这个绑带和后跟TPU 想要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因为保护性不好吧 这一代还算好的 它的上一代期待更差 那所以如果说七代是以保护性差闻名的 那八代就是以透气性差闻名了 因为你看它这个鞋面 即使这样有这种燃病卵的孔洞 但是整个鞋面 里里外外包了好几层这样的皮 而且是这种 一看就是不透气的皮质 所以这双球鞋 夏天穿春天穿 其实你是比较吃力的 OK然后再补充一下这个球鞋的中底的科技啊 它的后跟呢是用了大体积的Airsole 然后前掌呢是那个胶囊状的Airsole 当然这个小窟窿并不是那个Airsole 因为我们知道从乔丹的五代开始 六到八代几乎都用了同样的鞋底的设计风格 就是这么一个圆动型的设计 这种圆动型的设计 它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新颖 也很华丽 但是不管是六代 七代八代 这几个圆动 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场地的防滑性能的 比方说一个洞这么小 动作大一点 你就很像科比的AD那双鞋子 依然不防滑 所以防滑的话就算了 不关不防滑啊 这个鞋子你如果踩了泥里的话 你就第二天你就拿牙签掏吧 这双球鞋其实还是有一套它的寿重面的 但是寿重面 我觉得不在我周围 对我的观众里很少有人说喜欢八代 那其实八代也是一个第一有冠军光环 第二它这样的鞋面 我觉得是有些人会喜欢的 对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顺便说一下这双球鞋不是我的事 北京的中信银行大中风啊 而且细心的观众应该能发现吧 我的脸其实皮是挺大的 但是跟这个大鞋比起来 哇塞 hello hello 牛老板 这双球鞋如果现在八代还有人买的话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情怀了 对因为这个白色还好了 因为白色还算干净 但是其他颜色的话 你真的需要接受一下 因为他现在现在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鞋子 比如说Paul George 甚至LeBron James的球鞋都没有做不到这么夸张 但是其实这个球鞋还是有很多经典元素在的 比如说AFR的鞋底 还有第一次采用了这种人体动力运动鞋原理的这么一种中风设计 不光是乔丹第一次 是整个球鞋历史上的第一次 还有这样的一个十字绑带的系统 都算是开创了一种先河吧 所以我觉得八代也是一个蛮经典的球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节目 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支持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个赞 记得订阅频道哦 我们下期节目拜拜 大家好我是吴才先生 然后我现在是跟一个国内的自行车爱好者啊 一个让资深的是我们一起来逛一个台北的叫自行车展望 对对也算是全球的三大展望之一 本年的三月份应该是第三周吧 主要是它是在生产和制造的这个叫不应量这个环节 还不是说完全整车的产品 整车的一些周边的一些配件 比如说一些叫车架也好 叫一些零部件也好 然后一些装备这种产品也好 产业现在百分之应该百分之七百分之七十吧 应该都被台湾垄断的 五万算是什么价位的水平 五万算比就凑到五万算 你国内的运动单车的 叫单价现在应该在五六千人民币起吧 五六千人民币 然后贵的呢十几万贵的 但十几万的车可能大家都用一真是用一比赛 尤其是这几年像前几年 大家可能用什么六七万七八万的这种车 什么送个礼什么装装装一装 现在完全是怎么样 从事就像运动了啊 觉得装备一样嘛 鞋嘛跑步一样嘛 这叫出行车零配件 你看对吧 哦 出行车零配件 咱们不再去整车 有整车的这个 看上去可能会好一点 这边床还是展示 不是来贩售的 对 这就是完全是一个叫B2B的平台 啊 他不面对民寿商嘛 不是面对这些国内的 国际上的 工厂和工厂之间嘛 应该没接触过吧 没有啊 你需要买整车比较多还是现在改装的比较好吗 实际上还是整车嘛 整车 因为比较成熟的 整车的 另外整车其实它 整个的配色也好 包括整个的叫性能的 这种稳定性和这种 比较协调嘛 这个在咱们中国售中面还算不大 目前要一千两百万的人口 有这么多 那还可以 一千两百万 这市场大概起有三百个亿 你说大还是小啊 也算小 也不算大 三百个亿算大吗 运动市场啊 国内就没有自行车 表力还是拍照 基本没有 要全线崩溃 说实话 没有 黑格永久凤凰 没有了 纯粹的带工厂 OK MRT You just push that stuff You don't need to carry anything anymore OK Is it heavy? 19kg 台湾品牌 台湾品牌 但是我们在大陆也有在卖 是哦 对对对 3980 很厉害 3980